两岸新闻焦点 焦点时事探索 两岸互动交流 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ING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我是黄丽杰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两岸ING 一年多来COVID-19疫情不断工作跟生活受到影响 遇到疫情反弹的时候心里可能就比较紧张 尤其从5月中旬之后呢 我们感觉到台湾本土疫情是升温了 防疫警戒提升到三级 虽然不是封城足不出户 不过在确诊还有病莫数字飙升情况之下 有些民众面临是否染疫的恐慌 那么染疫者这一段更有着艰辛过程 如何来安顿我们的身心状况呢 我们在今天特别邀请更新医院 精神科临床心理师简玉坤 来我们做相当专业的解析跟探讨 邀请你一起关心 非常欢迎心理师你好 你好丽杰你好 好 我们知道目前因应这个病毒传播扩散 就能够靠隔离还有消毒 几接种疫苗来做防毒 如果感觉自己身体 好像有点像感冒症状一样 可能就会怀疑自己是不是也是被感染了 心理师像这种反应 是不是在正常的警觉状况呢 还有可能要附加来对照 就是说但是又有哪些反应情况 可能是有点过度起人忧天呢 那事实上这些都是一般民众常见的反应的状况 那大部分的民众会开始从一个担心的点 然后会扩展到第二个点 然后继续延伸下去 比如说他可能只是也去过确诊者的足迹 但是不见得是同一个时间 或者是也不是长时间在逗留 那就会开始担心自己会不会被他传染 然后就开始搜寻自己的身体 有没有任何的不舒服 然后就开始继续暗示说 自己的身体好像很容易疲倦 好像很乖乖的 就这样子一连串下去没有证据 然后小小的话已经变变大大的担心 那到时候就越来越担心自己会传染 那这样的状况其实在一个民众 事实上非常常见 它并不是一个平台 所以但是这样的状况可能会把 一些些小小的担心变成没有科学证据 然后就变成很大的担心这样 哦是小小的担心 但是没有科学的证据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谈比较专业 那所谓科学的证据 我们可以从哪个方面哪些指标 或哪些做法来做自我检视呢 比如说就像刚刚讲的 可能我们会知道一些疫调 一些确诊的证据 那可能会有一些时间点 因为我们可以决定 我们自己是不是是个同的时间点 那第二部分就是我们有一个长时间的逗留 那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第三部分 是如果我们真的有去过确诊的证据的话 那是我们重要非常好的保护措施 比如说我们戴好口罩 我们不摸眼口笔 那基本上来讲 这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我们可以不要那么担心 这是第一个 第二部分就是 我们人很容易被暗示 对 人很容易被暗示 就是我的身体是不是有一些小小的不舒服 比如说我昨天有点小小 咳了一两身 或者是我昨天的鼻子有点鼻塞 像这样子一个短时间的 并不是持续性的症状 那这些都是告诉我们 那并不是真的在一个状况 这样子 所以这样的情况 我们就可以比较放心 好 当然因为医师也会说 轻症或无症状都可能会传染 所以很多人就不免会担心 就会陷入刚才心理师所提到的这些情况 就会疑心病啊 讲的也许不专业 就会觉得我可能就是染疫了 所以在这么状况之下 当然跟每个人的心理素质 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有些人坚信自己是健康的 绝对没有问题 不过有些人是相对是脆弱一点 就会陷入身心不安 那这个情况之下 当然我们知道政府的一些相关的防疫的管道 这方面的咨询的对象跟管道也都会有的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寻求协助来缓解呢 心理师 我想第一个部分就像刚刚丽杰说的 首先一定要告诉自己 这些甜点低点的担心 都是一般人常见的反应 希望不要去色怪自己太过紧张 可能你自己本来就是紧张性的个性 可在这疫情这么慌乱的时代 所有人都会这样子 所以不用去色怪自己太过紧张 那第二个部分实际的就是 你可以先让自己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 很简单就放松的吸气吐气 吸气吐气让自己安静了几分钟 然后问自己几个重要的问题 问自己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然后来确定自己的担心 是不是发生的几率很高 就像我刚刚说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问自己 确诊者去过的地点 我跟他去的时间也是重叠的吗 我在那边有待很久吗 还是我买完东西就走 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在当时我有没有做好安全防护 我觉得有没有戴口罩 我会让我们洗手 那过程当中我会有没有去摸眼后鼻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像刚刚讲的 身体的状况 我身体如果有一点点不舒服呢 是最近持续一段时间了 还是只是一秒钟一下子而已 那自己安静下来问了这些问题 如果三个问题的答案都是没有 我并没有去过很长的时间 我有做好安全防护 我身体的呼吸我也只是一下子 如果问完这些问题 那就更确定这些 种防护士都安在自己身上 这样的心理就会比较 当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不管是你的个性的问题 还是用一个问题答案也是 你还是超级担心 那别客气 就让自己勇敢的去赛点赛 白快赛 哦好好好 就这样白快赛没有关系 因为很多民众会怕去快赛 是因为担心自己 确诊 或什么样子的状况 可是 可是如果问完这些问题之后 你还是没有办法去解除自己的担心 每一个人在那边担心的情况之下 其实没有任何的抑郁 所以做快赛 把我让你行动的问号给解除掉 那你只要告诉快赛人员 你可能接触是或是确诊的地方 那其实快赛 不管是做一般的快赛 或PCR的检验 其实就会让你自己比较浪安心 嗯嗯嗯 谢谢心理师的建议 的确有些人怀疑 我是不是遭到感染 所以犹豫到底要不要去快赛 好像就是处在那种天人交战 如果真的怀疑 我们问过自己 刚才心理师所提到的 比如说确诊者的足迹 或接触过等等 这些问题确认都没有的话 应该可以比较放轻松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 让自己安定的话 那就去快赛 让自己找到答案 不要让自己呢 一直悬在那里 心一直没有办法安定下来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过去这一年下来 是不是也有像这样的病人 来寻求这方面的问题的解答呢 其实刚好颠倒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不管是政府的宣导 或是一般民众都好 近期反而来求助的病患是变少的 他们比较不敢来医院 他们会认为医院是一个高风险的单位 的确医院真的是一个高风险的单位 所以我们也不鼓励在一般的民众 如果没有解析的情况之下的话 尽量不要来医院这样子 对 这样的病的话就变少了 反而是我们会鼓励是病人 在这段时间当中 如果不是急症的话就不要跑医院 是 非常谢谢心理师的建议 不过今天也透过我们的访谈 让大家可以解除一些 我是不是可能遭到染疫的 这种困扰的一个解惑 非常谢谢心理师 我们刚才提到是说 怀疑自己是不是可能感染到COVID-19 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就是确诊者 因为我们知道目前对抗COVID-19 新兴病毒还没有药物可以服用 就是无药可医 一旦确诊这心理应该是可想而知 会陷入一种无助跟不安 怎么样来面对安置医疗 当然目前政府都有一套非常好的安排 这个部分的话 刑理师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想安置这件事情 从前一阵子疫情比较慌乱 到现在疫情比较趋缓 那背后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阶段 那如果现在确诊者 他现在已经确诊了 他在等待安置 比如说等待安置病房 等待安置集中检疫所 或是检疫旅馆都好 在等待安置之前 其实要告诉自己一件事情 就是我被安置不只是为自己好 也是在保护身旁所爱的人 那我跟家人或所爱的人暂时的离开 会带来跟家人以后更安全的相续 所以要配合安置的程序 这是你爱家人的标签 我会当初是因为有一些人 非常怕被安置 怕被安置 事实上他被安置的过程当中 他没有想过这个体制 其实如果我不被安置的话 他们是害了家人 因为你越爱家人 就要越配合政府的安置程序 你们跟你的家人 或亲爱的安全的相聚的机会 他会很高 这是一个等待安置前的 那现在台湾的安置 可能包含几多联益所 联益旅馆 甚至到医院去 那所以安置的期间 我觉得有 比较重要一件事情 是除了配合医疗之外 要有个信念 那个信念是 相信外面有你所爱的人 再默默等你回去 这件事非常重要 所以用手机跟他们保持联络 不管是固定的传来 或视讯都可以 要让在外面那些人知道 你会为了他们沉下去 然后甚至可以 如果平常没有这个习惯 可以在这段时间告诉他们 文字也好视频也好 告诉他们你有多想念他们 告诉他们你出院 或者是离开检疫所之后 你们一起未来的企划 那假设有一个很重要的状况是 你被安置了 家人也在其他地方住院或隔离 是 OK 如果这样的情况下 全家都在隔离了 那你们更需要 彼此用手机保持联络 互相打气 但是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 全家的人 任何一个人 都不需要为自己的染疫而自责 对 不要自得自己染疫了这样子 也不需要因为自己染疫了 然后就去家人传染给你 因为其实没有一个家人是故意要让其他的生命的 所以如果假设不管你们这要多长安置 这种一个原则就是 永远不要让你的手机跟别人之前断掉讯息 然后断掉讯息的过程当中不要去自责 也不要去责备对方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嗯哼 非常谢谢欣理师 是 然后我出院之后 出院之后的部分 我觉得 因为确实他还是会出院 除了重症病患 可能会面临到生命的危险或死亡之外 嗯 其中联邮所或者是 联邮旅馆都还是会出院 出院之后我觉得有可能重要的 一起在台湾家的文化里面就是 除了跟家人庆祝可以从谁相聚之外 其实要有很重要的心理准备 嗯 那就是人言可畏 哦 就是至少在疫情期间 大家其实应该还有听过一个名字叫猎屋 嗯 就是猎屋就是 哪一体的人 哪一体的人 然后生病了 他是确诊的 所以这些语言不会转在这些消失 所以你或你的家人出院之后 要记得学习件事情 就是 不要去理会这些街坊依据的闲言闲语 嗯 嗯 对 然后让自己跟家人之间 尽量早点恢复 以前你们常规生活的步调 因为 这些语言都会消失 嗯哼哼 对 所以你要记得让自己装一个滤网 耳朵装一个滤网 哦 他们会说 然后再是你们家人 就做你们自己常规生活想做的事情 嗯 所以整体来讲 我觉得确诊者 他们会遇到的问题 然后家人就是 第一个安置前 安置前的东西要记得 呃 如果你还要被安置 要告诉自己 这是爱家人的表现 嗯哼 如果你在安置期间的话 要跟你的家人 亲友 永远一直保持联络 告诉他们 你会需要他们 是 告诉他们 你们以后的计划 嗯 那出现之后 就是把邻居的儿鱼 给放到旁边去 嗯哼 是 好 非常谢谢心理师 您的建议 真的 没有人愿意生病 但是生病之后 我们从去年开始 疫情爆发之后 国内有些 感染者呢 他们后来就很自责 为什么在 我这边 被感染 或出现了破口 这种自责 其实会让我们 在对抗病毒的 这样子的一个信念 可能会降低的 我们要怀抱着一个希望 就是说 未来我们 医治好了之后 我们还可以跟家人 做些什么样的事情 这种做法 也有可能像一般 如果说 家人有人重症啦 那么我们会鼓励他的时候 就会希望说 告诉他说 我们是多么的爱你 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那未来我们有很多的事情 可以一起去经历 一起来做一些规划的 再者 我觉得在疫情之下呢 真的 我们也很遗憾的 有时候会听到 有些人对于 不幸遭到感染的 可能会有一些 话会说出来 这句话 应该是要关心 但是好像 我们会听到 类似那种 猎物刚刚心理师 所提到的 像这样的情况 我们要非常的勇敢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 多一分包容 多一分协助 大家一直哄来抗议 好 这是在我们节目前半阶段 非常感谢我们更新医院 精神科临床心理师 简玉坤 我们提供您的专业的建议 就是 目前疫情严峻 大家很担心 自己是不是染疫 身心状况 可能会陷入一些不安 怎么样来做检视 如何寻求协助缓解 还有一旦是 染疫了之后 确诊 这个心里头 也会很不安 怎么样来面对 安治跟医疗跟医治 之后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 未来的生活 好 稍后节目伙伴阶段 我们再来针对 疫情之下 染疫之后 有很多的一些状况 可能过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当然在最近的一些 社会事件当中 我们也看到 相关不幸的事件 也是跟 怎么样来做好身心的 安顿是很重要的 稍后我们再继续请 我们心里是 提供您的 这个专业的解析 不只有新闻 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 都在两岸ING节目 中港台听友大集合 央广两岸ING和港式大牌党 节目联手大放送 此刻正在进行听友空中 来点名活动 即日期到七月三日止 只要张开耳朵 动动手指 就有机会轻松拿大奖 活动闯关办法 听好了哟 首先开启活动网页 或者上网搜寻 听友空中来点名 再来点开音档仔细听 继续 填达问卷后 许愿送出 最后没事不要外出 乖乖在家等待中奖通知 这回我们准备了 实用的精美奖品给您 包括旗舰品牌耳机 光触媒空气净化器 阿里山冠军咖啡耳挂包 台湾复古T恤 与台湾设计师独创口罩组 一共21个奖项 7月16号 两岸ING节目将抽出奖项得主 并同步在央广脸书及官网公布 活动自即日期到7月3号 每个人的活动参与次数不限 但中奖机会仅限一次 最后的最后 别忘了乖乖在家 等待咱们的中奖通知哟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 2RNG 节目持续连线更新音乐 精神科临床心理师简玉坤 目前其实我也是居家作业 在家上班了 因为疫情的关系 目前台湾是三级的防疫 目前的一些状况在家里头 也是有看到一些新闻 我们还是会持续关注 像在日前就发生 被安置在医院的确诊者 杀伤了三位护理师的遗憾事件 从一个从事新闻传播工作 还有把这样的职称给抛掉 在想为什么这个病人 他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 到底是什么 是身心状况 他是承受很大的压力 还是怎么样 不晓得心理师 怎么样来看这起事件 这个病人心里 是不是出现了哪些的问题呢 我想先说明一下 就是病患 动体医疗人的事件 其实并不是现在才有 他最早一直以来 在整个医疗体系里面 都有的状况 那我想我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是先从医疗系统的角度来看 就是长期在台湾的医疗系统里面 都是在谈说怎么毫无病患的权利 然后怎么增加医疗人员的救人的任务 跟医务这样子 那其实比较少人 真的很少人去关心到说 医疗人员也需要被保护 还有医疗人员救人的辛苦 还有代价这样子 那这个是民众需要学习跟尊重的 也就是比如说在医院体系里面来讲 急诊有很多非常的 很多的医疗暴力都是发生在急诊的时候 比如说不是COVID-19这段时间以前也有 比如说酒鬼 有酒去酒的人送到急诊来也被揍这样子 或者是有一些些 它本身有一些些的危险行为的背景的人 比如说吸毒的黑道的 也有可能来这个地方来对医疗人动出这样子 可是在COVID-19这段时间 会有这么一个强烈的部分是因为那样的动出 或者是暴力情况之下 它会让我们担心有一些病毒的破散这样子 没有错 所以第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长期的问题 一直都是需要民众 甚至是整个社会来去学习 去注意到医疗人员的尊严跟被保护的部分 当然如果未来有可能的话在法律上面这一块是要加强的 第二块如果从COVID-19的病患确诊者 或者一次确诊者为什么要攻击工作人员 我觉得我是一个学心理学的 并不是在帮确诊者说话 我们就同力跟去了解这些确诊者的内心世界 我觉得他们这些行为某个部分 也在反映跟告诉我们 其实这些确诊者 他们被确诊之后他们就慌乱了 他们那些非常慌乱 担心自己被贴条线 担心自己会不会有生命危险 担心自己被隔离之后会无助 所以人有一个很重要的本能是 如果人无助或慌乱的时候 再加上如果是人脾气本来就不太好 人在无助慌乱的时候 情绪很容易烧射出去 所以在人情绪慌乱跟无助的时候 本来就很容易把情绪乱烧射出去 尤其我们在这一次的暴力之间当中 大家如果注意看一下这些年龄 第一个都是男生 这应该没有问题 第二个这些男生很多在中年以上 然后过去他们本身可能 像有一个过去本身就是一个同气氛 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 所以你会看到这些确诊者 他们这些暴力行为的东西 背后是凡是隐藏的 他们被确诊之后的无助和慌乱 但是我必须要说明是 人不管怎么慌乱和无助 暴力对待别人就是不被允许的 但是我们除了在法律上面 去约束这些确诊者 尤其的行为之外 其实我在想从另外一个 比较柔和慈悲的角度 也去看看其实这些被确诊的背后 他们其实这些愤怒的行为 暴力行为背后 是像他们这样的紧张 那我在想我们这样才不会 在法律以外也把这些 多接一个标准这样 好 非常谢谢心理师 你的解析从两个层面 一个是暴露了长久以来的问题 就医疗系统这个部分 就是说我们对在急诊室的 医疗暴力的问题过去早就有了 但是如何透过法律方式来做些解决 让我们医护人员能够有多一层 保护也才不会让一些医护人员 想要投入这方面 却因而有些却不 我想都是大家不容易看到 不过有关COVID-19 确诊病人他的心理状态 大家或许应该也可以理解一个 无助跟慌乱 刚才心理师所提到的 再加上他的脾气会比较 可能暴躁 可是脾气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 就会有一些改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提醒 医护人员还是要有自保 就是说刚才医护医师有提到 有某些特质的确诊病人 我们在帮他们做诊疗的时候 可能也是要特别的留意了 这是我们提醒 非常谢谢心理师 好我们节目还要跟大家一起来聊的 就是说刚提到了 家中有人不幸确诊的话 有些是居家在家里头 有的是被安排在医院接受治疗 那家人呢必须面对照顾 还有自我照顾的多重的压力 尤其我们看到了专家告诉我们 就说COVID-19的比如说在台湾的 这个英国病毒株的变种 这个是病程演变好像是蛮快速的 所以如果在居家的这个 所谓的陪病者或家人 怎么样来因应次出 好像很多方面必须要来强化自己 这方面的信念跟抗压的 不晓得心理师有怎么样来看 或有哪些建议 好 不过现在台湾现在的医疗体制来讲 如果是陪病者的话 一定是在家里面 因为在医疗的话是不能陪病的 对就是如果你的家庭的话 你就不能陪病这样 没错 因为不只是COVID-19包含的是 现在所有的疫情当中 都不能去做一个陪病的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假设是你的家人 他还没有被送去安置 然后你在家里面的陪病的话 那我想第一个还是回到 医疗的东西 我想衛福部的防疫大众 我在每天都在讲 就是我们首先我们要务必遵守 我们要照顾确诊者 我们有很多防疫指引 那防疫大众在里面都有提到 比如说要替你的医事 我们不公用欧瑜 像这些的 所以这个东西是最基本的 就是你的家人确诊了 你在家里还在陪他的话 你要照顾好自己 不要让自己的干涉 所以随时要牵涉自己的身体状况 那必要的时候 如果你发现你自己不太对 就要立刻同事相关的单位 这个是最重要的 这个是最重要的 心理的安顿永远是 在生理的安顿之后来做的这样 那第二次 如果你在家里面还在陪伴你的家人的话 我在想每个家 有每个家的难免的金 不代表的是今天我陪伴我的家人 我过去跟他感情就非常的蛤 不一定 但是我现在必须要陈他 一直被关在这个家庭里面 所以很可能 你们会把过去 三百年的孩子 请求 你在这段时间 给自己拉出来 所以在国外 国内都有 才会发现说 在COVID-19疫情的情况上 多了 家里暴力的事件都会发生 这样子 所以要记得一件事情 要记得一件事情 不要把全的家人 当成恐怖的毒瘤 OK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刚刚说的 上半段说的 也不要不断的指责他 认定是他的事物才会染疫 那要坚信一件事情 你是肥病者 你在家里是确诊者 要相信 你们内心都非常的花乱 然后都非常的心疼彼此 然后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想你还愿意照顾他 代表你 跟他之前过去 还是有一些爱 所以 想起过去彼此的爱 这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要记记这些爱的记忆 才有可能一起度过动荡的训细 所以 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点 那 另外一个肥病者 有一点点的残忍 但是我比较劈的就是 我想台湾最近的 这段时间的死亡率 有一点增高的状况 对 那大家都知道 强烈病房制法 是规定 在COVID-19过去之后 要在一定的时间之内 就要处理掉 人的大批 是 所以可能没有办法去 如果自己在被隔离的话 或者是 我没有在被隔离 但是我没有办法 在我的家人经历 通过口气的时候 其实帮他处理完这些东西 那这些对陪病者 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 以后长期的 伤痛的移民吧 是 那所以 如果很残忍的 你是个陪病者 你的家人 或是老人家 带着你的家人确诊之后 他不行过世 那 OK 你要永远记得一件事情是 他的过世不是你的错 你没有办法 帮他办完整的伤理 至少在看事件之内 也不是你的错 那如果有可能的话 用一些事情的方式 拍照的方式 来解最后一面 或者是如果有可能 家人还有 还过世之前 有没有用视频的方式 在视频这一边 其实现在都没有反应了 好好跟他说 再见 因为 在心理学里面 适者一意 深则而堪 活的人其实很辛苦的 要去面对 一辈子都没有发生 家人最后一面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是个陪病者 但是你知道 未来来讲 如果你的家人 真的不小心 过世了 OK 那请记得 不要自责之外 创造一些机会 在他博士之前 跟他说一些 最后一辈子最想跟他说的话 这样 这样子以后 你一辈子的内心的引迹 他不会很痛 那就是非常寒冷的一个建议 但是这也是非常温柔的建议 非常谢谢心理师 因为这次病毒疫情来的又快又急 我们这几天看到这个病末的数字不少 真的心里头都很揪心 就来不及说再见 真的是很残酷的过去 在这一年当中看到国外 这样的新闻报导 很没有感觉 但是有时候也想象那个画面 真的是很无奈 觉得人生怎么会 这样子的就跟自己的家人 就这样永隔了 但是现在台湾就面临这波的考验 非常谢谢心理师提供我们这样的建议 那希望大家安好 那么如果说您是一个陪病者 家里头有家人必须要隔离的话 我们要用爱这个能量来散发出来 彼此包围的精紧的 让大家能够一起来度过这一次的 病毒对抗的一个难关 所以面对这个肉眼看不到的病毒 我们人类真的好像在打一场 这个看不见敌人的持久战 怎么样做好身心安顿来应对 在今天真的非常感谢 我们更新医院精神科临床心理师 监玉坤的分享跟建议 非常谢谢心理师 谢谢 谢谢 谢谢李姐 谢谢李姐大家加油 好 加油加油 好 今天节目也非常感谢 听众朋友您收听 祝福您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 公众再会